这个变形零件掉落一地的褪翼老兵便是斗牛犬 它的身体早已扛不住岁月的腐蚀变得秀气断断 斗牛犬曾是和守护骑士同一批降临地球的古老金刚 它们的使命是为了收集延续种族所需的能量不安 不过这些古老战士的内心极具荣誉感 它们不愿意摧毁地球并被人类的骑士精神所打动 于是选择与之联盟共同对抗地球的恶势力 比如斗牛犬就曾参加过世界大战为很多胜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因此它的载具形态也与其他汽车人不同 而是一架一战时期英国生产的马克斯雄性坦克 可由于在地球上长时间没有能量补充 部分变形精刚的身体和精神都出现了很多故障 就像当初天火苏醒之后失去了记忆 而斗牛犬退休之后也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恍惚之间还以为自己身处战场 不过有一个战士却例外 他便是较为稀有的头领战士长老 长老的年龄不比他们小但依旧保持了活力 这是因为他能通过头身分离来节省能量消耗 这些老战士都曾向女主维维安的先祖梅林法师发誓保护其后代 一位守护骑士曾将权杖交于法师梅林 当造物主昆塔莎夺回权杖榨干地球之时 只有梅林的直系后裔维维安才能操控权杖阻止昆塔莎